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都说新加坡的物价高确实物价高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比一比 新加坡超市的蔬菜跟中国超市的蔬菜 哪个更贵 走着 我们来看看这边苹果的价格 4块9毛5一公斤的话就是 25人民币一公斤 12块5一斤的苹果 跟国内超市高档超市的价格 应该是差不多的 再看看这边这些其他的 这种美国的 美国装的这种大苹果 5块8毛5 这个是北京加勒福超市的苹果价格 可以看到比新加坡的超市稍微便宜一点 看看他这儿的橙子 1.5公斤 5块9毛5 就是30块钱3斤 和10块钱人民币一斤 就这种橙子 这价格比国内还是贵了很多 这个橙子的价格确实比国内要贵了很多 今天中国产的黄金奶油富士苹果 3块2毛5 这个价格还蛮好的 咱们拿一盒回去吃吃看看是不是中国味 看他这边卖这个苹果 2块9毛5 是5粒 按粒卖 但是苹果的质量还很高的 很好 水果的种类非常的多 但是价格呢 其实比国内是略贵一些的 有的东西是贵的很多的 看看这个西兰花 他们这个西兰花是按58分 就5毛8 100克你看这个啊 是1块8毛3 新币啊就10块钱 1个10块还是有点贵的啊 蔬菜价格 西兰花的价格 跟中国的相比差的太多了 西红柿是3毛3 100克啊朋友们 100克 3毛3 新币啊 乘以5就是人民币的价格 那再看西红柿的价格 也是差了很多 在新加坡呢 就是绿叶蔬菜的价格 比国内要贵了很多 看到1块4毛5 1块8毛5 就这种小油菜啊 这个价格300克 就很贵了 看到这是菠菜 3块2毛5 2包 鼠叶仔啊 就其实就是菠菜了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菜心仔 就是我们吃的 长的小油菜 1块4 新币啊 一包 他们都是装好包 卖给你的 但是这个 反正绿叶菜 你看这个220克 这么一小包 小白菜 5块钱 5块钱这一小包还可以了啊 就是两根咯 两根5块钱 这个小竹笋 3块4毛1 看这个芦荟啊 这芦荟不错 10块钱 这么大 哇塞 太神奇了啊 这个可以吃的芦荟啊 不是往脸上涂的 你看我们 中国运来的好料都在这里 绿萝卜 2毛5 100克 这个很重啊 然后看这个大葱啊 我们山东人经常吃的 如果想在这里吃爽 估计真的是爆发户啊 2块4毛钱 就是10多块钱人民币 300克啊 不到1斤 1粒原白菜 1块3毛2 这个6块钱 这个6块钱1粒啊 还可以 价格蛮好 我们看看这个土豆啊 咱们中国产的土豆 1块3毛5 这个价格蛮好的 这么一大袋 1公斤的 咱再看看美国土豆 2块8 你看美国就比我们贵一倍呢 这个土豆啊 在国内的超市也要卖到一新币 1公斤 好了朋友们 咱们一圈超市逛下来啊 感觉新加坡的菜价 蔬菜价格 是确实比我们国内贵一些 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新加坡这边不产水果 也不种地 也不种菜 所以他们的所有蔬菜水果 全都是进口 价格高一点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们这边的人均收入 要比我们高一些 所以相比之下呢 我觉得它这里的价格 并不高 你们觉得呢